假的假的假的 朋友们今天这些视频呢是这样的 上一期呢我们不是拍了一个点外卖 然后点羊肉串 测评这个羊肉串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吗 其实有很多网友留言 然后启发了我一下 我们不止只在这个外卖上 看这一个羊肉串是真是假 有可能你去线下买的那个肉就不一样了 今天我们就这样 去市场买各种包装的这一个羊肉串 看看买到的羊肉是真的 还是科技 羊肉串吧 羊肉串 对一包多少钱呢 有纯的还有假一点的你要哪一种 还有假一点的呀 有 我一包这么多呀 多少钱一包 这是75 你这还有假的呀 哪里都有 像外面在外面吃的那个 我现在两块三块钱一分的来说 两块三块都全是假的 哪个是假一点的我看 啊 有这种的 对 这怎么能看出来是假的 那个肉 鸭肉做的 啊 鸭肉做的 那个油是真的羊油 在多少钱 三十一包有三十串 二十八块钱 二十八块钱 三十串 一串一块都不到 那假的太厉害了 真的 壁格就是高啊 明星代言 这个是原味的不 对 它是腌过的吗 稍微经过一点调理嘛 那除了这样呢 还有什么样的 还有一种假的 还有一种假的 猪肉做的 这猪肉 这多少钱呢 这多少钱 哎 你是 你是大飞吧 是啊 我是 我上你视频 啊 你知道我呀 对对对 早了 被认出来了 哎 你还看视频呢 好吧 你要不这样吧 这边要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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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 红柳汁的还能有假呀 哎 你先算一下多少钱 羊肉串在哪里啊 羊肉串 只有这一种吧 大串 羊肉大串 就拿这两个了 其他的线不用 我就缺羊肉 说实话 今天这视频很尴尬 你知道吧 因为我刚开始去那个店的时候 店主的第一句话 就给我问懵了 你要真的还是要假的 当时我就想啊 这期视频的爆点不就来了吗 结果他说了一句啊 我是你的粉丝 我还看了你的视频 不过好在这位粉丝呢 就是已经把所有的事实呢 全部给摆在我的面前了 我这个串呢 有鸭肉 有猪肉 有羊肉 有真羊肉 有假羊肉 你说 这你让我怎么打 那话不多说啊 咱们来看看这个羊肉串 都有什么样的区别啊 朋友们你们感谢 这么多的肉串 那粉丝呢 还跟我要了50块钱 说实话 真的非常的良心 锅圈实惠 两小包的羊肉串 扒了43 你想想这个水分真的是很大 来看一下这个区别啊 店家说的 这样的羊肉串呢 就是真的 真羊肉 假的是这种 这种是鸭肉串 在上一期 我们说的那个肉啊 就是看着跟骨肉项链一样 就是这种 果然的 跟这个骨肉项链 真的差不多 然后这种呢 穿着红柳木的 猪肉串 我说上次 我测评那一期 那个羊肉串 为什么那么红 感觉就像抹了什么东西一样 加了什么科技一样 不出我所料啊 不是所有穿着红柳木的 都是羊肉 还有可能是猪肉 然后在那个外卖平台上 卖 3块9毛9一串 你想一下 闻着是一点羊肉味没有 所以上次 我说这一个红柳木的 这个羊肉串 不正常 今天给大家 接了个老底 但是他们包装上面 都写着是羊肉串 而且这个假羊肉串呢 一包30串 卖28块钱 平均一串 一块钱都不到 然后你去烧烤炖吃的话 3块钱一串 这不在挣你老鼻子钱了 这两个是在锅圈市会买的 这是羊肉大串 这是羊肉小串 看着是不是特别像 那个什么僵尸肉 肉都变成灰色的了 那别的不多说了啊 咱们一样烤一点 来尝尝它的味道怎么样 我们一样的话 就烤两串就可以了啊 这差不多已经烤好了啊 来拿出来 为了体现这个视频的严谨性啊 咱们是一半撒料 一半不撒料 2500万的调料 安排上 这边呢是没烤的 这边呢是烤过的 就那个店家所说呢 这个串啊 不管是猪肉鸭肉 或者是其他别的肉 然后你撒上那个什么 孜然的调料啊 撒上去之后 那跟那个羊味真的 就难分辨 那咱们别的不多说了啊 来先来尝尝 羊柳木的猪肉串 跟我上次测评 那个羊柳串的那个口感 真的一模一样 你们可以看一下 真的是一模一样 再尝个加了调料的啊 哇真的兄弟们 吃着跟那个羊肉的口感 真的一模一样 如果商家不说 谁能知道那玩意是猪肉串的 咱们再尝一个真羊肉的啊 这是真的 这是店家说的真羊肉 不是 这个也不是羊肉 他说这个真羊肉 这个真的也不是羊肉 不知道你们吃没吃过那个什么 就是 网上卖的什么100块钱 9片或者10片的那个牛排 就跟那个口感是一样的 我怀疑就是那个什么 合成肉 真的口感太像了 他说这个是真羊肉 不太可能 真的不太可能 尝尝这一个鸭肉串 这不骨肉相连吗 来朋友们 再尝一下这一个锅圈实惠里面的羊肉串 他们所说的这个叫羊肉大串 假的 假的 真假要吃 羊肉小串 就跟吃那种廉价牛排一样 你们能懂吗 我原本以为啊 这里面怎么地也得有一串真羊肉吧 没有想到啊 都是科技鱼很活呀 真丢人呢 咱们外卖的起码有一串真的 我们去线下一串真的都买不到 万万没想到啊 外卖咱们被坑了 这个去线下又被坑了 不管是这个猪肉串也好 鸭肉串也好 或者是这个什么 呃 非羊肉串也好啊 价格在那摆着呢 本身就很便宜 一包里面30串 卖你28块钱 一串羊肉 连一块钱成本都不到 你怎么可能买到真的呢 不可能 根本不可能 那这个 假羊肉串啊 这个线下也测评了一下 今天咱们线下又被教育了一下 以后想吃羊肉串 还得自己去买 还得自己烤 那吃着才是无添加 各位朋友们 咱们今天的视频呢 就拍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记得我们的视频 点上一个赞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